内地开始一年八日的国庆中秋长假期 北京不少景点都逼满了人 多个景区实施预约等的措施 驻北京记者陈金布报道 一年容易游中秋 今年适逢国庆假期 十一黄金周长达八日便游长假期 疫情下境外游未恢复 不少人就选择到不同省市旅游 北京天坛公园冰满游客 来这边感觉特别好 特别是来天坛 感觉来到看一下这边历史文物景点 也感觉特别好 特别兴奋 今年是多少年遇到一次 中秋和国庆的同一天 所以说祝兰心情非常好 内地疫情防控持续稳定 当局长剧院 景区等最大接待量 上调至75% 但景区防疫措施未有松懈 成功预约的游客 有您提前准备好约的资料或二维码 自行有机 谢谢 天坛公园实施限量 预约等措施 进入景区之前要先出示健康码和戴口罩 但部分人在景区内没有戴口罩 文化和旅游部也提醒旅客 参观景区之前先了解门票和人流等资讯 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 以免来到才发现入不到去 最后空欢喜一场 当局预计8日长假期间 将会接待5亿5千万人次本地游客 旅游业界人士认为 旅游消费有望达到疫情以来新高 住宿消费可望恢复往年同期水平 旅游景区消费恢复七至八成 暴线第四驱北京记者曾经报道